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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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理這個工序 不及待會再去起來 在大龍溪 那一部一號機材機 放在鐵路旁邊 要掉山下的木材上來 掉木材 它是靠燒那個木材 產生蒸氣 蒸氣在推動那個過燃器 在帶動那個 接動滾動 帶動那個鋼索 它可以縮 可以放 這樣就把那個木材 掉到鐵路旁邊來 然後再裝上火車 這發生的 慢慢來 前前後 改造一號 民國五十年 改造英國的土林 那個時候南紫山西 這個山 向北的 向西的 都有市民 向東的 向南的 都是草生地 所以 那時候就草生地 造林 還有伐木 到六、六順以後 那時候有一種標塑的 林產儲分 林產儲分 就是把林班 裡面的木材 畫個七億 調查好 才是就地標塑 砍下來以後 在山上造材 用集材機 運到一個山地軌道 運到一個發送點 從那個發送點 就用索道 放下來 放下來 在我們工山旁邊 用卡車 用到塔塔家 上坡的 然後從塔塔家 裝火車 用到嘉義 廠商未來要節省 應費嘛 都會操作 所以在阿里山 阿里山 在駐中縣 現在駐南縣 草平村 在七點五百公尺的地方 設一個地方站 工棒你操縱 就要加重罰款 在阿里山駐災工廠去 要做整木的 就送到黃埔工廠 去做黃埔工廠 叫廠內用廠 就是自己要用的木廠 注意要賣的 那都送到嘉義 嘉義有一個主木廠 賣原木 有一個駐災工廠 有一個駐災工廠 就是駐起來 電動工廠 那時候有在愛的 就是電條 日本時代的土 都有起塑石 那種都木災 木造 因為絕對出財 用的最多的是橋樑 整木 還有山洞用材 隧道裡面的用材 在阿里山駐災工廠 自己做的 自己駐產 找平車站 對面那一片平地 就是一邊是 駐災工廠 一邊是駐災工廠 現在有火車車內的地方 有一些包養站的地方 那以前就是駐災工廠 跟駐災工廠 山上駐災工廠 也是一直到 民國五十二年的時候 那個是華木結市 就結市了 就是修理工廠 專門在修理一隻機 或是飛車 這個機器也沒問題 有這個給我 修理工廠 和借材工廠 我們那個 八七水災的時候 整個發電槳 水雷發電槳 這牆掉了 那山尾後 用油 用油的發電 心本都比較高 尤其是你這個工廠 要營 那個油電 晚上到十一點點而已 你現在那個大夫 他是從公共的 有女婦和女婦 兩間 時間到了 然後他就來 撐水 騎鍋子的路 那時候 以前他 摺菜機 滴地濃炒 下去 他那個 兩邊邊 還有一個 營 那手水 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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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工 整個 結束 這樣在洗 下口的人 下半的人 就是來洗手 臉 冷藏 你要洗他 就是先把他都 你洗手 要把他洗澜澜 洗澜 起來 整個澜澜 乾淨 你這樣可以 泡下去 臨場 有一個機構 叫做 合作所 他也會 帶很多東西上去 我們在那邊 就可以買 那個時候 不要獻金 你拿到什麼東西 簽一個名 然後 下個月的 薪水 就扣 那種外面 沒有 很雜貝店 辣碼店 要嫁阿里山 自己的火車而已 所以說 我們的火魚 都被 開 透雲 到目前的魚 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不過這個鐵路 還要存在 這個存在 是 死不死不死 老人 那種了解 也很重要 所以 今天要 叫做 發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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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台灣的公信 就對了 就算不得了了